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大市、牛皮等恆子換馬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子未跌了13點,收報25230,成交1164億 今日恆子是連續第二天,首在25200點之上 雖然是高開低走,但跌幅不大 即是說不算是一個轉差的跡象 當然不是說好,因為今天的走勢不是說 繼續一窩蜂,好像昨天一樣,強勁升勢 但又不是未轉差 我估計今天,牛皮偏遠,跟內地A股上落 以及等明天恆子成份股換馬是有關係的 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先要看看恆新指數的走勢 大家看看這幅圖 大家知道現在突破了下降軌 昨天站在8月6日高位25201之上 25201就是小箱底項線位 昨天收報25244,今日收報25230 連續兩天站在項線之上 如果明天仍然站在項線之上,就確認突破 起碼都去到26,000多,大概26,700左右 26,700,26,700,26,700 這是之前的高位,有機會挑戰上去 恆子現在的走勢,其實相對在7月底 或者7月中之後,叫做回穩一點 因為我們看到7月24日跌穿25,000之後 在25,000之下浮浮沉沉,到現在大半個月了 現在衝得上來,即是低位又見了 大家知道下面,如果說上升軌,剛剛支持著 沒有跌穿到上升軌,然後又上來25,200點之上 回穩一點 回穩一點,有機會向上又再挑戰高一點的位置 畢竟由3月中開始,一直上升軌 其實都是一條上升軌,即是反覆上升格局 好,是不說真的特別好的 因為好像這些,就受到中美關係緊張影響 跌下來,但是很差嗎? 又不是的,中間有些 其實美股,A股都表現得比較高的時候 港股其實現在相對落後的,所以還是有機會走高一點 好了,看完恆生指數 今天的主角,就是一批中資電訊股 先說中資電訊股 第一大主角,今天是聯通 聯通公佈了業績之後,今天大升25.6% 走勢強勁,大雙底,大雙底反彈 5.2%是頸線,低位3.7% 照量焦度,量度升幅是6.7% 今天是5.7% 還有1元左右升 後來,回落低一點,最好靠近5.2% 有5.4%、5.3%、5.2%當然更加好 如果真的買了之後,看就看6.7% 止蝕位不需要太低,今天最低位 因為今天這麼好消息,上升裂口不應該被回補 如果你回補得收在今天的上升裂口之下,就不理想 今天最低位是4.8元 即是說,如果收市位跌穿4.8元 就要離開 如何好呢?講一下業績 聯通上半年營業額,1,504億元人民幣 按年升了3.8%,不多 但表現性的預期 最重要是,它的純利升了10% 去到75.7億元人民幣 純利升10% 在電訊股來說是不錯的 上半年公司5G的資本開支是126億元 其內和中國電訊完成了新增共建共享5G基站有15萬個 預期下半年會繼續做這些5G基站 共建大概25萬個 希望儘快完成5G鋪蓋全中國 為何要鋪蓋? 因為這是未來的盈利增長點 所以現在它會繼續鋪 大家覺得它的前景仍然是好的 所以今天一支戰標上去 這些股是大升 即是科網股或是生物科技股 以倍數來上升 恐怕不會的 但穩穩陣陣 譬如一兩元的升幅 即是大升幅 即是這麼說 你找五個二邊 五個半之下 五個二之上 去買的話 駁去升到6.7元 有過領 這樣不錯 這些股價也算穩固 值得想想 另外一支 都是中國電訊的股份 就是中移動 中移動 都是似一個 雙底突破頸線反彈的 照量照度的目標大概是65元 升幅就沒有那麼多 因為今天都59元 它的業績又如何呢 中移動今年上半年 收入有3899億元人民幣 按年就升了0.1% 升幅不多 但是最重要就是 這次它的順利按年跌0.5% 跌都說好 因為 比預期 沒有那麼差 也算好一點 它的資本開支有1010億元 預計全年會開支了1798億元 上半年都開支了1010億 即下半年開支得少一點 所以下半年 照計 那個順利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資本開支少了 資本開支少了 下半年順利會高一點 機站建設那些 已經相對規模是大 其他那兩間的 全年計劃 不要緊 最重要是首六個月 公司已經正想客了7000萬個 即這個5G正想客了7000萬個 現在市場 對它開始樂觀 有些大行 甚至給到目標價 去到90元那麼高 我覺得那些比較高 有一點 中長線的 你看法 你說90元100元 沒問題 中長線 現在60元都不到 是吧 60元都不到 升到90元 升到100元 當然好 但短線一點 可能就是 不要看這麼大相投注 畢竟這些 就是 大牛龜的電訊股 升少少 看著65元 這些都是 今天的市場焦點 但明天的市場焦點是什麼 明天的市場焦點 就是今天的題目 就是 等恆子換馬 換馬就是 市場說了很久 明天恆子服務公司收市之後 就會公佈季度檢討 預期 就會換入一些新的科技股進去 應該會有利的指數 將來就會 會一路逐步逐步好 因為科技股的升勢 是強一點 盈利增長高一點 前景又好一點 預計會換進去的是什麼呢 是 美團點評和阿里巴巴 美團點評一直 其實浪著高位 浪著高位 這隻股 近來 這個前浪頂 7月10號的高位 213.4 跌穿了 不要緊 其實最重要不是這個位置 是這個浪底 這裏沒有跌穿 浪底這裏 那個低位183.3 183元左右 你不跌穿的話 其實還是一浪高於一浪 有回吐下來 不出奇的 這陣子 這陣子 因為 科網股受到什麼影響 就是 中美這個爭拗 怕打壓 科網股 但是 他換了一瓶子成分股之後 應該會有些資金 要去追 看看明天 公佈 會不會換進去 換進去的話 我覺得調下來的 在200元之下買 最好 挨近183元 前浪底那裏買 可以博的 跌穿183元 才是止蝕 好嗎 另外一隻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近來 這個三角形 那裏整固 三角形之間 整固 整固 今天彈了一點點上來 大概接近2% 現在 等公佈 入恆子成分股 它尺寸大一點 它的刺激作用 就沒有那麼 明顯的 但是總之入到恆子成分股的話 都會理好它的 因為那些基金要追貨 那這隻股又是 最重要是看著 7月16日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是231.6 不跌穿231.6的話 就不用那麼擔心 還是可以 從低位是博反彈的 但是萬一如果跌穿231.6 就要先被期封 下半年來看 其實這些盈利 都應該 還有三成左右的增長 所以其實現在 中長線來看 都還是可以的 當然 越低吸納是越好 好了 大家看看 最重要 現在 是美股的走勢 有沒有得繼續上 標普500指數 昨天 收市3380 歷史高位3393 現在 你要注意 美國現在兩黨 在談那個派錢方案 卡住了 卡住了 美股 標普500指數 都沒有跌 萬一 談得可以的話 不用說了 一定創新高 如果談不可以 你看到它對壞消息的反應 就是 星期二的時候 跌了一跌 8月11日 陰燭跌了一來 8月12日又沒事了 又上來了 還要迫近 歷史高位 我始終覺得 標普500指數 向上突破的機會 都還是大的 創歷史新高的機會 都是大的 剛才提到科網股 那納子又如何 納子 更簡單 因為它有一條 好像很完美的上升軌 這條上升軌由4月開始踏上來 你看到 差不多有3、4個點 這裡是這樣 這裡是 4月的時候 5月的時候 6月的時候 這一點 這一點都很接近 7月的時候 如果8月 它有機會回落去 上升軌 越是接近上升軌 越是值得搏 因為你不跌穿 當然跌穿 收在旗下 可能沒有那麼理想 就定個指示位置 但相反 現在仍然都是 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一浪高於一浪 不排除很快又再創歷史新高 超買又超買 超買了幾次之後 如果它是一直反覆上升 那就有機會都是不理會 直到真的壞消息出現 最怕萬一 萬一之後就跌過了 跌了多少 跌了三天那麼多 很厲害的 跌到最低的時候 10762 10762之後 又不再跌了 今天又上回到萬一 現在期貨都跌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 你不跌穿上升軌 我又不會那麼怕你住 都是看它反覆上升格局 整體來看 如果這些都是反覆上升的話 回到股王騰訊又怎樣 業績公佈之後 今天高開低收 收510 全是最低位收市 短期來看 很簡單 仍然都是看著499.4 如果跌穿的話 就止蝕 或者套利 如果你是短炒的 中線的位 看著481元 這個位 只是繼續看位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今天跌 不是業績不好 你說好消息出貨 有可能 不排除這個原因 但是更大可能 就是 其實美國 國務卿 蓬佩奧 又在這裡說 其實 隨時 不是只是搞他 recheck 可能搞他其他業務 他沒有說什麼其他業務 只是說 可能不單止是recheck 所以市場又怕 會不會搞他的遊戲 什麼東西 recheck 當然不會影響得很大 大家知道 recheck 就是海外版 反佔騰訊的收入大概2% 何況你只有美國 美國不代表所有的海外業務 是吧 所以影響就不大 但是遊戲那裡影響大一點 會不會真的搞遊戲呢 我覺得兩看 你無端端 你遊戲那些都去搞 就真是幾不合理的 那當然 大家現在中美角力 沒有說合不合理的 就是誰 誰帶誰惡 誰正確 是吧 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是看 所以我就覺得 看這股 原則上看好 但是撤子洩毀 短線的 499.4 收在499.4 接著是收 收在499.4之下 短線走 中線就收在481之下 走 否則的話 繼續看好 好了 整體而言 由於 我覺得美股仍然都有機會創新高 標榜500指數很快 我覺得 納指 很快會創新高 所以 整體來看 市仍然 比較偏向是看好的 加上去已經 連續兩天收在 25201點 這個小雙底項線之上 所以就樂觀點 等什麼呢 等換馬 換馬之後 看看會不會有刺激作用呢 就令到 恆子飆上去升川 26000 再試這個 前浪頂7月7號高位 大概接近26800區 好了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1 2 2 4 4 5